女人只是偷偷瞄了一眼 却看到了三十年后的自己 今天晚上啊 让金宝陪你吃对食 还吃对食呢 我看哪 陪你挠痒痒还差不多 这天胡善祥来到一个叫做南三所的地方 这里的男人全都不长胡子 屋子里还传来女人的叫声 于是他就透过窗户悄悄往里看 南三所明明在皇宫内 可眼前的宫女们却在光明正大的打排 而且还声称要吃对食 胡善祥听的是一头雾水 就在这时有个老宫女发现了她 拿起脸盆就朝窗户砸了过来 胡善祥吓得撒腿就跑 可老宫女却仍不解气 看什么看哪 瞎了你的狗眼 我曾蒙太祖高皇帝临行过两次 你呢 胡善祥一口气跑回了住所 直到听了母亲的解答 他才明白吃对食的意思 原来那些宫女是因为年龄太大而被淘汰 无依无靠的他们只能去南三所混吃等死 可时间一长就会孤独难耐 然而皇宫里除了皇上和皇子又没有其他男人 老宫女们只好各自找个顺眼的太监搭伙 一起吃饭一起做爱做的事 为了给胡善祥早做打算 好友心梅也带着他去太监房找对食 可胡善祥刚一进门就傻了眼 这些太监因为没了命根子 平日里就变得不休蝙蝠 有的甚至连衣服都懒得穿 整个房间里都弥漫着一股臭气 更要命的是 生理上的缺陷也导致了他们的行为特别怪 有个太监因为长不出胡子 竟然拔了毛笔上的毛整天贴在下巴上 胡善祥再也无法忍受 扭头就跑了出去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 你就弄这些没脸没痞的人来见我 我不听了 你是真正经还是假正经啊 我呸 心梅还以为这些太监质量太低 没有达到胡善祥的要求 于是就找了个更厉害的 据说这位太监不仅位高权队 而且人比较成熟稳重 没想到胡善祥见到他却差点被吓死 你别乱 这个太监何止是成熟 简直是熟透 胡善祥刚想逃走 可老太监偏偏看上了他 身边的小太监更是将他拦住 娘 我不是你娘 我要回去了 不准回去 你就是我娘 你就是我娘 你放开我 娘 你不能走啊娘 不得不说太监确实变态 由于自己不能生育 到处认干儿子 变成了他们最大的爱好 眼看胡善祥不肯答应 气急败坏的干儿子 甚至狠狠扇了他一巴掌 还好胡善祥机智 及时报出了母亲女官的身份 这才逃过一劫 接连的遭遇让胡善祥彻底陷入绝望 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改变命运 绝不和太监吃对食 而眼下正是最好的机会 黄太孙朱瞻基正要挑选太孙妃 如果胡善祥能够拿到竞选的资格 他绝对有信心当上日后的胡皇后